我恍我土地的那一種 當然好像得到一些 朋友的 就是我覺得很特別的一些回應 好像迷迷之中 他們也認同這件事情 因為東海岸 是台灣最 我覺得現在台灣島上 都很快淨土 然後很多 財團吧或者是 開發商 想要把那片土地買下來 我常常告訴我自己 身邊的朋友 包括你們歌迷 以後你們是我的選票 你知道嗎 那是以後的事情 還不知道可能60歲吧 就是 這片土地 在原住民的時候 它是一個共享的 土地 你去那邊 看海 看山 感受一下 這裡的 那裡的自然環境 跟穩穩 沒有人會跟你收一毛錢 沒有 但是如果 有一天 你要去海邊 車子開進去 有人要給你收 一個小時 120塊的停車費 如果你要看到海 要站在第一排海景的話 住宿完 要五六千塊的住宿費 高一點要一萬塊 總統級可能要三萬塊 其實這些事情本來不用付錢了 因為它這些 自然環境都是屬於大家的 可是今天房子蓋下去 飯店蓋下去了 這些東西 你們都要付錢了 而且不是付給我們喔 不是付給我們當地的 付給那些 蓋飯店 蓋遊樂設施的人 我不知道你們心裡的感受 因為我看到肯定 肯定 肯定很多 低排的房子 把海灘 擋住了 你本來開車可以看到風景呢 沒有 全部都被房子擋住了 你要看風景呢 你知道 住去其他飯店裡面 你才有辦法看海景 我不知道這樣的事情 大家會什麼樣的感覺 一個土地本來就會長出 一個土地上面的人民 然後我希望是屬於這個人民 去跟大家一起分享 相信原住民是很愛分享的族群 你們上去我們在那邊吃肉啊 然後喝酒都不用錢 更何況抗風景 沒有人會根本收錢 所以我想要學這首歌這樣 我知道很多人喜歡獨欄 然後也很喜歡東海岸 可是東海岸現在面臨有 11個BOT開發案 我不知道這個事情什麼時候會再發生 因為有一棟房子已經先蓋起來 叫我每一彎 就蓋在沙灘上面 對 然後今年有一個活動叫 百年戰役 可是它不是真的打仗 它訴求的是一個 政府來 國民政府來台灣一百年之後 阿美祖流失了自己很多的土地這樣 在東海岸 包括跨東地區 中古地區也是這樣 阿美祖是一個 算是原住民界的吉普賽人吧 我們很愛唱歌跳舞 音樂的天分很夠 可是到處流浪 因為我們的土地慢慢的被 被 不管是被政府徵收還是被賣走 我曉得 我就寫這首歌 別在都人的土地上 別在都人的土地上 輕易的說 你愛上我 密子好長 因為很多人很愛我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愛 還是假的愛 那我希望你們是真的愛 台灣這片土地 帶來這首歌 是真的